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跟RUN学英文的第五期 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阿布杜·沙拉木 中国男男的国手 他的英文讲得怎么样 有哪些我们可以值得学习的 好 我们上来呢 阿布杜·沙拉木接受了记者采访 首先跟我感觉他的英文还是讲得非常非常有条理的 那么他而且面对镜头一点都不紧张 说明他在之前受了很好的训练 其实唯一一个小的戏在刚才他讲话的工程中 就是Train 4的NBA Draft 不是Train 2或者是用其他一些戒词 是为了这个NBA选秀在亚利桑那去训练 大家要注意第一个4戒词的使用 但是他的语感他的语调讲得非常不错 下面他问了说 你在新疆广惠队打的是什么样的位置 你们这个赛季是怎么样 他说 哎呀 Just so so 怎么怎么样 那么我今天特别想给大家讲一个词就是 Just so so 我们这个是经常很多我们中国人会用的 但是有很多可以表达 就是还行这些更下好的词 比如说 It's all right It's okay 还行吧 It's okay I mean it's decent 还比较体面还行吧 他词规量还挺大的 他知道 Playoffs 对吧 季后赛 而且呢 他就是讲得很清晰 讲得很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点 尤其对于外国人来说 你要把英文讲得稍微慢一些 这样的话你的反应的时间也会更多一些 好 那么大家记住 除了 Just so so 我们还可以用什么 Oh it was decent It was okay It was all right It was not bad 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对吧 这些你都可以去用 And what about the national team I know you had some good experiences with the national team What has that been like You know the national team We good We you know China Have two national teams Red and Blue Red we are young Yeah and we play like Anager Yeah we are We good We know each other Sure Yeah We like a brother We like a family In the club You know it's a professional We just Just make money Like Yeah you know Yeah Yeah 这一段的英文呢 就体现了阿布德沙拉姆 确实是在初高中啊 都受到非常好的一种英文训练啊 那么其中呢 就有一个小的词语叫 Energy Energy 我们打的都很有能量 这个词确实不是很好发啊 那么Energy 三个这种结构所构成的一个单词 Way with energy 大家打都特别有能量 而且他也给大家讲述了啊 我们这个中国队 We good 这个是用的非常地道的 什么叫We good 就是经常是省略掉这个必动词 Oh man We good We good I mean we play good I mean We good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们挺好的 中间这个游戏的口语中 我们这个必动词 就把它省略掉 So we good I just want to improve my technology I want to be strong And I got to move fast So why did you start playing basketball Just I like it I like basketball And I like to fight each other I watch the TV I like the young man Coppy Bryant Great Well thank you so much Good luck to you 那我们在刚才Abdu的最后两句话当中 那么我们可以学习到第一个 他想说的是他说的Tech knowledge 其实他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想说这是提高他的这种整体的这种比赛能力 整体他这种对篮球的知识了解 那我们经常用什么词 我们就说 I just want to improve my game 我就想提高我的比赛 那么他可以容纳比如说我的运球 我的投篮 我的跑动 其实真的就是很大概的去讲这个事情 那么第二个字他用的是I like fighting 对吧 I like fighting with someone 那么fighting我们正想什么 真的是全脚去踢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用一个字 我们叫competing competing 那么去跟这些人去竞争 跟这些人去打球 去竞争 那么我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阿卜杀拉木的英文 我觉得第一个他非常重要是什么 简单句 就是我句子不用说的很长 但是我表达的非常清楚 第二他非常从容 而且发音呢 发的是比较清楚的 比较清楚的 一些小的内容呢 我们在之前也给大家 也给他做了一些小的纠正 他的发音 他的语调 他的这种节奏 我觉得多克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篮球运动员 我们要体会到 他在篮球之外 他的这种成就真的是phenomenal 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阿卜杀 那么在之前12月份的时候 膝盖受到伤病 我们也祝愿他早日康复 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 也关注到我们的视频 请大家呢 点赞 关注 转发 好 那么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